沙迦商务与旅游发展局举办的夏季旅游推介会已经持续到第二届 连续举办的夏季旅游营销活动收效明显 沙迦整个酒店行业的空客率持续降低 游客人数及营业额都呈明显上升趋势 预计今年沙迦将会迎来更多的游客 据沙迦商务与旅游发展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6年上半年 阿联酋的酒店营业额达到了3.78亿迪拉姆 入住率达到了62% 其中超过87万旅客在所有的酒店中 累计度过了199万个夜晚 同比增长19% 而今年推出的一系列营销活动 将使得沙迦酒店的夏季空客率持续降低 沙迦商务与旅游发展局 积极与沙迦各大酒店展开合作 调整住宿单价下降20.6% 我们做了我们自身 沙迦商务与旅游发展局 我们看到了20%增长 但是这一年 今天我们有很短短时间的变化 沙迦国际度假酒店已经有44年的历史 在沙迦国际机场建设之初 该酒店就开始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虽然中国并不是酒店夏季旅游的重点营销对象 但随着来沙迦的中国旅客持续增长 国际度假酒店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采取了一系列营销策略 更好的服务中国游客 我們有更多中國客人 在我們的社會 沙加各大酒店入住的旅客中 觀光遊客占到了80% 海灣合作委員會中 來自沙特阿拉伯的遊客排在首位 其次是阿曼和巴林 就2016年的數據來看 下季營銷活動 也有很多中國客人 促成了商場消費人數增長了15% 銷售額增長了10% 而消費者的主要來源 依然是海灣地區國家 其次是亞洲和歐洲 中央衛食記者黃書丹沙加報道